那接着下来呢 要提出法律咨询的这个个案啊 它是透过来函来提问的 我们收到了来自小秦的一封信 他今年24岁 是一名专柜销售员 小秦说 他在购物商场的停车场里头 企图要阻止 人肉霸占车位的男子 结果他就被那名男子给 嗡打了 他的脸 还有他的身体都有瘀伤 报警之后呢 最终男子只是被刑事法庭 判法一千块 可是那个被殴打的小秦就说 他没有获得任何的赔偿 警察就告诉小秦说 刑事法庭跟民事法庭是不同的 如果小秦你真的想要获得赔偿的话 那你就要委任律师咯 在民事法庭去起诉那名男子 小秦说他的收入很微薄 没有办法去承担律师费 难道就真的要这样忍受 白白被打吗 那想请问两位律师 到底刑事诉讼跟民事诉讼 有什么差别呢 是 这个由我来回答吧 很多人真的不了解 他们觉得我们马来西亚 就一套法律系统 我只要去报警就能够解决事情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有提到我们有分 刑事跟民事两种系统 而两种系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刑事系统 是为了惩罚 为了预防 为了让做坏事的人付出代价 比如罚款 比如打鞭 比如坐牢 比如死刑 但这些代价 这些惩罚 没有一个是会去到受害人的那边 受害人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即便是罚款 钱也是进入国家的公库的 这个是刑事的目的 而民事则是我要获得赔偿 我有损失 我要获得赔偿 所以民事最关键的一点 你一定要证明你有损失 你才能获得赔偿 像在小秦的案件里面 打人是刑事罪 所以他会被抓 但是打人我有受到伤害 我受的伤害 我的医药费 我三天不能做工 我的心情受损 这些是你的损失 你可以提高他要求赔偿 同样的 在交通车祸的案件上也是一样 也是民事刑事都有 鲁莽驾驶 撞坏了我的车 犯下了刑事罪 就是鲁莽驾驶 当我的车的损坏 我看医院的费用 这些就民事的范畴了 在刑事里面 其实受害的人 是不需要请律师的 你只需要去报警 我今天给人打了 报了警之后 就会有调查官 调查官来进行调查 写报告 写了报告之后 他会去抓人 抓了人之后 他会把报告移交给 NGC 就是总检察署 总检察署来检视这个报告 看你们的证据够不够强 如果他认为够强 他就会提告 这个加害人 然后把他控上法庭 所以整个环节 你除了受害人 除了去当证人 去协助调查 上法庭 有需要的话 你要去上法庭之外 你是完全不用请律师 完全不用花任何钱的 而民事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要得回自己的赔偿 所以你自己要聘请律师 去诉讼 提起诉讼 去给他律师信 然后去提高他 然后他当然也可以请他的律师 来抗辩 那第三个差别就是 举证责任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刑事法里面 控方的举证责任 就是总检察署的举证责任 就是不能有任何合理的怀疑 只要有一丁点怀疑 那你就不能够入罪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秋花打我 可是秋花打我的时候 旁边围着一群人 都是女生 然后都查一样的粉底 打在我手上有粉底的残留 有证据指向秋花打我 但是有一条证据是某一个人 他手也有打的痕迹 然后他刚好也站在秋花旁边 这个疑点就可以让秋花脱罪了 讲到这里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讲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这样子的法律制度不好 因为你让坏人很难入罪 坏人只要挑一个疑点 挑一个漏洞 我们看港剧都有疑点利益归以被告 这样大家都知道 他就可以脱罪了 但其实这个制度是好的 因为我们的法律讲求的是 宁众勿望 我们宁愿放过坏人 但我们绝对不可以抓错一个好人 对 因为你抓错好人所带来的代价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好人的一生就给你毁坏了 而且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过 当然有些法律哲学他们 法律系统他们是寻求凝望物中的 我不管你是好人坏人 我抓你来一足够来 世界就清净了 先抓 先抓 严刑立法的时候 对 就是把有问题的人 没有问题的人解决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举证责任 刑事的举证责任是非常非常高的 换算成数字就是他要证明99%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他要证明这个案件是99%可以指证 秋华有打我 那他才会入罪 而民事法是不一样的 民事法的双方是平等的 我说秋华欠我钱 秋华说我没有欠你钱 反而是你欠我 所以我们两方的共证 我们两方的证据 就交由法庭来看谁比较可信 所以它叫Balance of Probability 就是双方谁讲的比较可信 只要他可信过我超过1% 就是51比49 那法庭就会采纳秋华的证词 还有最后一个是程序 你看刑事案件 其实如果你做刑事案的辩方律师 你开头是很得控的 你不需要准备文件 不需要找证人 因为所有的责任是在控方的身上 控方就是总检查署 他们必须传唤证人准备文件 然后来证明表面罪成立 就是他表面已经有罪了 辩方嫌疑犯的律师 他才需要去提交证人 提交证据来进行抗辩 而民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是对等的地位 我交了文件你就要回复我 所以是并行的 是的 那刑事诉讼跟民事诉讼 我们的红律师已经从目的 提诉方 举证 还有整个程序 来告诉大家两者之间的差别 那小琴她在法律咨询的信件当中 第二道问题她就想问了 警察告诉她 你要获得赔偿的话 你就要进行民事诉讼 可是小琴说 她没有钱去委任律师 那能不能够申请法律援助呢 请教证律师 很多人没有钱委任律师是 很多人可能都会面对的问题 马来西亚对于没有钱委任律师 有几个管道可以处理 国家的管道 国家有 就是马来西亚法律援助局 如果一个人 他的那个年收入 没有超过三万 他可以免费得到这一个法律援助 那如果他的年收入是超过三万的 他就要看你的收入是去到多少的门槛 比较低的可能四万你就还部分的 那如果你的年收入真的超到很高的 那你可能就要还的比较多 但是他有但是的 马来西亚的法律援助局里面呢 可以给予刑事的帮忙 也可以给予民事诉讼的帮忙 刑事的帮忙呢 是大部分的case 他都可以帮 那种要认罪啊 要减刑啊 那种被人家非法的拘捕啊 这些他可能都可以帮 但是在民事的案件就有选择性了 这个法律援助局里面呢 可以帮的民事的那个案件 大概有15种 散养费的 离婚的 欠员工钱的 抚养权的 领养的 遗产的 劳工的纠纷的 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你比较有可能可以得到这个法律的援助 小秦这个例子呢 最大 有一点可惜 他没有在这一个15个的那个条例里面 因为它是属于人与人之间 我们讲说侵权的一个概念 法律援助局他想尽可能的 把钱花在那种我们名声的问题 就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 但是遇到这个人肉停车场被打的几率 不是每个人都会遇上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给予这边的帮助 律师公会底下有两个管道他可以帮忙 第一个我们简单来讲的就是去 但是我要讲的是小秦这个案子 也很难可以得到 legal aid的帮助 因为 legal aid的帮助 大部分都是帮 family law 就是家庭的纠纷 他可以帮我们员工的纠纷 他可以帮有人有这一个刑事的纠纷 这个 legal aid center 比较愿意帮 另外一个就是 YBGK的帮忙 YBGK的帮忙就是直接是给刑事的 如果遇到了被无故逮捕 第二天要去推市厅 要求减少扣留天数的 可以联络律师公会底下的 YBGK 他们可以免费的给你帮助 非常的可惜 小秦这个例子是很难 在这个司法援助底下 可以得到免费的援助 但是法律界有很多正义的律师 例如像红律师这样子 小秦要找红律师 搞帽来了 搞帽来了 很多律师是愿意帮忙的 因为打人这个事情 加上警察已经罚款他了 对方可以抗辩的空间 是不大的 完全不大的 他是一个很容易可以得到证明的案子 有很多律师会愿意 先帮你控告 我们过后再来谈 有这种类似的律师 也有律师认为你真的很不正义了 我想要免费帮你 都会有的 所以他可以先去问律师 拿到了那个律师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他再考量他要不要去做 当然我也建议小秦 不管这个联络中心能不能帮你 你先去寻求 尤其是律师公会的 律师公会是很帮助的 他们很愿意帮助你 虽然他们有时会很忙 可能你要等 但是他会很愿意帮助你 给你知道你整个案件的情况 那其实第三道的法律咨询是 我相信很多一般老百姓都有的问题来的 如果真的我要去进行诉讼的话 请问他一定要上庭共证吗 因为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他要上法庭 大家就会觉得很怕了很麻烦了 甚至有人觉得 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是说 进法庭进关门 我就想那我要摔到可能140以后了 要早退休 早退休也没用了 大家嘛 一般老百姓不要惹官非 对 不要去跟官非缠上那种感觉 当然确实很多客户来找我 我有一些 你们不要弃在心头 就说我一定要告 你心平气和先想一下 因为你告另外一个人 你花费很多时间金钱的 对于我们律师我们可以赚钱 但我们也要花费很多时间金钱 我们花费得开心 因为我们有钱赚 实话实说 但你花费得不一定开心 你现在很生气的时候 你想这样子做 但你心平气和你就会想值得吗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有客户来找我 我都说你想清楚 我认为这个案子 不一定要去到法庭的 这个是最后的手段 就是我们说的最后的手段 如果真的要进行法律诉讼 真的提告人一定要上庭共证吗 不一定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我们叫read的 就是树状 另一种是summon 就是传票 民事我们会用树状来提告 通常是在事实上有重大的争议的 而在树状的案子里 因为事实出现争议 你当然就要叫证人来嘛 我说秋花欠我钱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那我有借句秋花几月几号 晚上几点来我家 然后秋花当然也可以提出他的 另外一种就是summon 就是传票的案子 是事实上没有争议 最常见的是租约 租约到期了 你不要搬 或者是你不要给租金 然后我提告你 你有租我的房子 然后房子已经到期了 这些是没有争议的嘛 所以有争议的是 他可能说 因为你这些东西没有做好 没有做到合同里面的条文 所以我不要还你钱 所以我可以extend 很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这个就是法律上的争议了 怎样去诠释这个合同里面的法律条文 但是必须提醒 其实民事跟刑事的判法 它没有直接的关系 两个判法是独立的 你不能在民事法庭说 刑事法庭判他有罪 所以他一定错 对 两者是没有相关关系的 但是他有一个说服性 参考指标 参考指标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文件 拿给法官看 总的来说 新事法庭的判决 民事法庭不一定要跟两者之间 是独立的 独立复判 是 没有关联的 好 那来到了最后一题 小芹她的提问也应该是最关键的 她说 如果她真的可以成功胜诉 能够获得怎么样的赔偿呢 那这个糖费 够不够抵消掉她的律师费 我相信这是一个到最现实的 考量的一道问题了 来让小芹决定到底要不要提出 这个民事诉讼 因为她就想要获得赔偿 我先快速说她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 身体伤害底下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赔偿 去到多少呢 这个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列表 法庭会参考的 所以在这一个小芹的案子里面 不可能她可以拿到一个 添加的赔偿 最多也只是一个金鲜块 她如果感到很恐慌 她可能可以拿到一定的精神的赔偿 至于糖费这个问题都很好 很多人会以为糖费就是帮还律师费 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糖费是由法庭来判下来 给这个案子处理这个案子的费用 它是看你出庭的次数 出一次可能几十块 远的可能一两百块 但通常都是几十块 然后你有没有登报纸 你有没有做出一些额外必要的行为 像挂号性的这些 它可以加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法庭的费用 你法令的费用 你交文件的费用 仅此而已 所以律师费跟糖费是两回事来的 所以回到最单道直入的问题了 糖费能不能够抵消律师费 大部分的情况 绝大部分不可能 不可能 OK 换来言之就是很多人觉得 我赢了官司吗 我赢了官司 为什么我还要给钱 我赢了官司 为什么我还要付律师费 不是 律师费是大家 各自付大家的律师费 赢了的人 一般上可以拿到两种钱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赔偿金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 唐费 唐费呢 法庭就会觉得 你开销多少 我赔多少给你 但这个开销多少 是法庭 根据法庭那百多页的 那个东西来订的 很大程度上 是不可能 可以抵消掉律师费 那以小青这个案件来看的话 如果它的赔偿金 加上唐费 能不能够抵消他的律师费 他自己亏钱 他要找一个很便宜的律师 很便宜 或者是为了正义 不收律师费的律师 因为诉讼 我补充一点 因为诉讼律师 诉讼案件 律师工会是没有订下收费的 对 不像买卖 买卖它有一个标准 就是多少价格的房子 你就要收多少的律师费 但是诉讼 民事诉讼 行事诉讼 是完全没有 完全是靠律师自己订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打肿脸皮 从房子订的很贵 资历比较高的律师 他们收的律师费是天文数字的 一个小时来计算 一个小时来计算 我所知道最高的有到一万块 我认识的律师最高的有到五千块 一个小时 而且你要知道 律师算律师费的小时 他不是说我上法庭 我上法庭两个小时就收你两个小时 不是这样子 我准备 我花一个星期准备这个案子 我要算给你 跟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 我去着法庭的路上 我也跟你算 所以为什么会有几千万 真的有几千万 马来西亚也有几千万 律师费的案子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小琴的这个案子 我相信两位律师 也给了最中肯的一个答案了 那到底还要不要去追诉 提出这个民事诉讼的话 我们就交给小琴自己来决定 衡量一下了